BBC的记者卧底干了一件一个案件 就是专门以性侵短片盈利的一些家伙 这些家伙们好像主要是中国人 作案的地点也是在中国 但是这几个人长期生活在日本 应该是这样 现在变成了一个热搜词条 词条就叫做BBC 莫底记者八出经营偷拍视频团伙 这个纪录片好像说今天上线 现在应该还没上线了 上了我们的新浪热搜 被一个叫艺能界研究中心的这个铁主给做了介绍 他介绍说BBC卧底记者在日本东京跟踪暗访了一年 我天哪 这个纪录片肯定也够长 八出了一个经营偷拍视频的团伙 这个团伙的幕后祖谋来自中国 而他们在网上售卖的猥亵 性侵等偷拍视频大多也来自中国 BBC昨天出了长文报道 今天会有纪录片上线 第一 这个团伙三个核心人物在日本开设网站 售卖偷拍视频 他们在中国招募了十个负责偷拍的成员 主要在地铁商场 猥亵女性并偷拍全过程 猥亵手段包括顶臀 抄底 强摸 JX 括号就是跟在女性身后 边走边撸 趁女生不注意 JX到她裙子上 还有更严重 迷迷奸偷拍视频 偷拍团队每月提供30到100条视频 这些视频吸引了超过一万名付费会员 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男性 第二 团伙的幕后主谋叫 汤卓岩 27岁 外号奇叔 他还有一个化名叫 猫咪 奇叔后来也成了这个团伙的代号 他们在网上推广的时候 常常打上这个名号 在圈子里颇有名气 另外管理员 一个负责收钱 一个负责推广 这两位都是 什么乐队的成员 一个叫藏心语 一个叫富什么玩 富磊啊 上个土字念啥玩 这支乐队虽然很小众 BBC还干了中间大事啊 这个邮箱出现了一个 用户的头像 然后通过反向搜图 找到了照片中的男人 藏心语 前面说过负责收款的藏心语 做过乐队 所以BBC卧底记者化名 经纪人的身份 联系了藏心语 约他在东京的某酒吧会面 从音乐聊起之后 又多次交流见面 慢慢就熟了 这才有了幕后主谋猫咪 演了出来 第四 所有的见面聊天 都被卧底记者偷拍了 做偷拍生意的人 被卧底记者偷拍 这也真是挺讽刺的 那么BBC也太厉害啊 他们哪搞得过BBC啊 记者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后 最终选择当面揭穿 BBC团队来到猫咪的住所 与他正面对峙的时候 还发生了冲突 这一切也都拍了下来 第二天 猫咪就坐飞机逃离了日本 第五 猫咪选择在日本开网站 卖偷拍视频是为了安全 在中国很容易被抓 而在日本估计很难给他定罪 偷拍视频大都来自中国 报道出来以后 是否会引起中国内 有关方面的注意 还不太清楚 那些偷拍者是否被追查 也不太清楚 上了他们的图片了在这里 恐怕这几个家伙也要成为同缉犯了 我给把这个图片上过来了 这家伙叫猫咪 完了兄弟就死定了 这几个家伙呢 就是所谓的两个管理员了 什么乐队的 什么叫张欣宇 什么的 这个是BBC的预报 预告片 可惜BBC不让看呢 朋友们 我相信很快会有人给扒下来 到那时候你就看得到了 这个BBC的预报 干了件好事啊 BBC啊 行啊 省得他们祸害这些个无辜的女孩子 表扬一下BBC 我们的总肯跟老胡一样 这个截图上是说 这个网站贩卖真实的吃害 猥亵短片 这些片子都是用手机拍摄的 偷拍的 地点通常是在人多拥挤的公众场所 例如地铁公交车 应影片拍摄地遍布东亚 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香港 大部分拍于中国大陆 在这个网站上 有的短片以一块人民币的价格出售 甚至还允许用户定制性侵短片 我看过他们的一些视频 就是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些视频 算了也别搞了 他反正就在那里说 搞这个东西 很赚钱 他们在那里说 我们在日本比较安全 我要准备拿日本身份了 想到没 没想到碰到BBC 碰到终结者了 上列有一个什么账号 收取日月付款 我们找到这个账号 注册的邮箱 当我们在谷歌联系人中输入这个邮箱 显示的头像是一个 装化精致造型夸张的年轻男人 通过反向搜图 我们找到了照片中的男人 他叫藏信宇 是一个30岁的中国音乐人 他在东京生活 是一个什么重金属 属乐队的主唱 哎呀 你们说你这些个 你们这些个人 哎呀 可怜人 大好的前程不走 这下你可怎么办吗 逃到哪里去 跟纳粹一样 你们逃到南美 纳粹不到逃到南美 逃到安安静 我们的卧底记者 以音乐经纪人的身份 约他们在 东京一家高档的天台酒吧见面 他们先聊了音乐 话题慢慢转向性 当记者问他 公司以前拍成人电影 这个藏天宇显得兴趣盎然 他俩多次见面 还一起庆祝了谁谁生日 谁谁谁认识谁谁 什么也是中国人 之前在日本学习社会学 谁谁说他的公司 计划在日本投资色情网站 问他们有没有接触过这门生意 然后谁谁就坦白的说 他之前稍微接触一点点 但他的朋友猫咪创办了 自己的色情网站 在上面贩卖地铁相关的小众内容 完了 已经死悄悄了 已经有这方面的这个视频了 可能也是BBC放出来的 这家伙挺震动的 BBC花了一年的时间 你看投资很大 后面还有一些个截图算了 浪费在这些个家伙身上 真是不值得 我看看现在障信有影 百度词条有没有 这个环球时报也出来了 环球时报的报道也来了 这是环球的报道 我们看环球的报道 为躲避中国执法机关的追查 他计划加入日本国籍 近日英国广播公司BBC 刊登了一篇调查报道 称有多名中国女性控诉说 他们遭人偷拍乃至猥亵 相关视频还被发到 多个人会网站上售卖 而且作案者以及网站 用营人都是中国人 可让人无奈的是 这些网站的用营者 不仅躲在日本 而且网站的服务器 乃至这些个运营者 和偷拍者的联系方式 也是都通过服务器 藏在海外的社交软件上 甚至有运营者表示 他们打算通过加入 日本国籍来躲避 中国的执法机关 这篇题为贩卖性暴力 揭露性侵影片的 网站的幕后主谋的文章 于6月8日刊登在 BBC的网站上 该报道源自BBC最近制作的一部 关于讲述东南亚国家女性 在公共场合被偷拍和猥亵的纪录片 其中受害者既有中国女性 也有日本女性 而在涉及中国女性受害者的部分 BBC重点揭露了一个名字 为三个字的中文人会网站 BBC称 这个网站有大量用手机偷拍的 吃汗猥亵视频在售卖 地点通常是在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 列入地铁和车上 拍摄地主要在中国大陆 也有在台湾香港及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内容 更过分的是 除了公开售卖这些侵害女性的内容 该网站还甚至入户定制性侵短片 后面报道的 跟我刚才说的就差不多了 BBC记者又接触到了 该人会网站的创始人 并曝光了他的姓名 汤卓岩 此人自己14岁时 在网上看性侵影片 里面的内容跟他如今卖的视频差不多 他还经营着另外两个偷拍女性的严会网站 更令PC记者惊讶的是 此人手下居然有一个15个人的团队 而且不论是此人还是上述的两个同伙 都对受害女性表现出了毫不在乎的态度 讽刺的是在发现自己被BBC记者跟踪案访后 对于偷拍女性并牟利毫不在意她 却开始攻击起了记者和适应团队 打起来了 不过BBC这篇报道并没有给出 如何解释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案 接受采访的受害者则是朴素的希望 能出台更严厉的法律打击这种犯罪行为 你发生在你这里的事 你作为环球时报 你们挖掘不出这样的新闻来 你们还要BBC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他又不是中国人 你们这个逻辑也太惊人了 环球时报啊 你在这里问BBC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真是惊叹人 哎呦喂 你们要不信我把这个结给你们看 环球时报质问BBC 你怎么不给解决方案 你家的事你让你去提出解决方案 你这不是换用外国势力插手吗 插手你国势吗 你这 对啊朋友 你这样想问题是吧 环球时报小编们 你看他质问人家 说你怎么不给 BBC 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哎呦喂 人家BBC给你找出这样的事来 你就开始自己觉得惭愧吧 觉得自己无脸见人吧 可倒好你还强识多理 你还让人给出你解决方案来 哎呦喂 环球时报啊 大哥们啊 这篇报道啊 这个内容我别给 我给你们截啊 这环球时报报道的啊 不是我这个给编的啊 我刚才截的内容就是这个报头就在这里了 就在这里啊 环球时报啊 这个这篇报道里面 他在这里面呢 质问BBC为什么不给出解决方案 太搞笑了哎呀 哎呀 一切责任都是美国的 对吧 一切责任都是英国的 BBC不是英国的吗 不是美国的 不是美国的也都是美国的 都是美国人造成的 啊 我在哪里 把我都给吓没了 我在这里 一切的问题全是这个美国 美国人搞的 责任在美方 实在不行就责任在英方